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嗨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海洋老师 来今天跟大家谈什么呢 全球告急警告了 抢粮抢金片大厮杀 这世界怎么乱成这个样子 来我们继续看 好悲惨世界 恶务战争 经济制裁 疫情试虐 气候变迁 加上异常的气候天灾频传 带来各种国际能源粮食短缺危机 恶性通膨月趋严峻 国家经济亮红灯 我们人类未来将会如何呢 全球气氛轨局 然后呢人与人来看到 人与人呢 暴累之气越来越严重 惨剧频频发生 这个暴累之气 还不是为了生存而已 好接下来 晶片风暴 10月7日晚间呢 全台民众准备欢度国庆廉价之际呢 拜登政府对全球半导体产业投出震撼弹 加强对大陆晶片及半导体设备出口管制 掀起新一波呢 撼动全球晶片业以股市的完美风暴 好所以那几天呢 台积电跌到死为止了 来我们看晶片战争将会如何呢 好我们可以看到呢 像这样的情况呢 中将会如何呢 好你知道吗 现在呢可能还会更快速的 把台湾的工程师就先接走了 我都不知道为什么政治可以搞成这个样子 这些企业跟他们这些关系 难不成当了一个总统就可以把企业这样弄吗 我真的不知道耶 为什么可以变成他可以把把手伸到企业里面 然后要企业听他的话呢 这是不是一个很诡局的事情呢 不敢想象哦 现在听说有一百五六十名的 一百五六十名的台湾工程师 第一批会被接走 因为呢我要告诉各位 二十大 习近平喊话了 而且美国跟英国都说了 习近平可能会很快动手 不排除梧桐 所以 美国已经想好 要把我们的工程师一两百个人接走 还有 接下来 小英政府就变成流亡政府 我们呢就死在这里 在下方留言吧 晶片禁令 美国扩大制裁力道 企业实体需要取得许可证 才能与大陆企业合作 进而呢出货技术服务于产品 受影响的范围包括超级电脑 人工智慧以及军事领域 冲击最大的是这些禁令呢扩及 永远美国公民身份的半导体人才 未经许可同样不得与大陆半导体企业与实体所有接触 就是你是拿美国公民 你就不能去中国大陆工作 如果你要否则你就要放弃美国公民 就这么简单 不管你是真的美国公民或是假的美国公民 你知道很多人都去拿美国公民 大陆人也很多人去拿美国公民 那你是不是要放弃 如果你要回到中国大陆去工作的话 在晶片厂工作你就必须要这样 台湾的晶片厂还是有在大陆 不是只有一家 所以呢 刘德英他们投资的公司 南京厂是在前两年设厂的 已经开始有动能了 那上海厂呢 上海厂有没有移走 那现在就是说 整个的国际局势呢 诡决到让人家不敢想象 这些政府呢把手都伸到企业里面来 目的是什么 目的是什么 接下来 高层人员 根据华尔街日报调查 报导比对公司文件跟官方网站以后 发现16家上市的大陆半导体公司中 至少有43名高层是美国的公民 有43个 而且这些人在公司身居要职 他们在前往大陆晶片公司工作之前呢 几乎都曾在矽谷当地的晶片生产公司 半导体设备公司效力过 这些呢身居要职的担任执行长 副总裁或者是董事长 所以呢 美国的公民有43个现在在中国的 半导体公司之中 好接下来我们看石器时代 此次牵动全球半导体 生产链与商机重组的话呢 几乎呢整个半导体业呢 都会难逃这个波及 那美方呢新尽力呢 引发非洲大陆的人道主义危机 非洲有14国从乌克兰俄罗斯进口 约莫一半的小麦 非洲食物呢补及陷入困境 各国因此呢大量提供粮食援助 报告指出战争疫情极端气候等不利因此呢 恐使未来十年的粮食援助 支出增加近23亿美元 非洲现在呢我要告诉各位 非洲现在可恐怕死超过五六十万人 光是饿死的人 加上呢天气变化 加上呢整个的危机一起到来 所以你想想看哦 这是什么样的悲惨世界 现在全球的饥饿人口呢 根据呢联合国的粮食计划署统计呢 当前全球82个国家当中 有3亿4500万人正面临严重的粮食不安全问题 这些危机呢是疫情前发生的2.5倍 那其中45个国家的5000万人呢 正遭遇严重的营养不良情况 正敲响饥饿大门 联合国呢粮食计划署呢 向全球事情饥饿海啸就要来临 好我告诉各位 真的饥饿海啸就要来临 请大家呢节约你的粮食 真的我不骗各位 好如果呢我们台海一旦发生呢 战争的时候呢 我们的粮食也恐怕不足 我们也很多东西都仰赖海外进口的 你想想看像这样的饥饿人口 3亿4500万人可能还更多 海地现在呢就是呢什么黑道横行啊 你们知道吗海地现在呢都是帮派在横行 抢夺 抢劫 枪杀 没有政府状态 好那这一次呢 我们都知道有一个飓风呢 到了古巴然后进到了佛罗里达州 连拜登都去视察了 那你就可以知道那严重到什么程度 台湾光是下两天大雨 满目疮痍啦 就可以想那个飓风是吧 14级强风啊 全球最大的飓风就在古巴进去古巴 古巴也是一个呢 难民很多的国家 那我们来接着下来来看 更大的地方在哪里 好 还有呢 中国大陆现在经济不好 也可能很多人会有粮食危机 然后呢 印度14亿的人口 你觉得他没有粮食危机吗 他粮食危机更大 所以接着下来呢 2023年死在粮食危机的人啊 恐怕超过5亿人 不是3亿多人 恐怕会超过5亿人 这是我的预言 先讲清楚 而且可能我算一算还不止哦 我另外做节目给大家 这个粮食危机太可怕了 好打回石器时代是真的 这个呢 除了金片打回石器时代 人口也会像石器时代一样 要专目取火 接下来我们来看 影响的国家有多少呢 受俄乌战争呢 影响最深的便是呢 南亚中东非洲地区贫穷国家 据统计呢 俄乌战争前呢 埃及土耳其 孟加拉伊朗 预60%的小麦呢 进口自俄乌两国 同样呢 仰赖俄乌小麦出口的 还有呢 尼巴嫩 土尼西亚 叶门 利比亚以及巴基斯坦等国 好可以看到吗 这么多的国家来恐怖了 南亚中东非洲地区贫穷的国家 然后呢 战争前有埃及土耳其 孟加拉伊朗 60%的小麦进口自俄乌两国 现在没有办法出口太多东西 同样仰赖俄乌小麦出口的 还有呢 尼巴嫩 土尼西亚 叶门 利比亚 以及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已经挂了 大家知道哈 巴基斯坦已经挂了 现在呢 怎么样挂 我们现在台湾的状况呢 其实呢 跟这些要倒闭的国家差不多了 不是唱衰台湾 我要告诉大家 这真的不是唱衰台湾 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呢 能源 是一个最重要的 如果呢 你看哦 我们台湾 能源现在减半哦 然后呢 我们又风力发电了 所以呢 基本上来讲的话呢 看看台湾 现在接着下来 可能就像巴基斯坦那样 来 接下来 我们看 粮食 国际货币基金呢 IMF警告 我刚才为什么要讲到说 我们有粮食危机 如果我们的工程师被带走了 我们工程师被带走了 我们的200名工程师被带走了以后 会是什么样 150名到200名的工程师 被带走了以后呢 那台积电也不用运作啦 那台积电不用运作 多少人失业 钱在哪里 台积电也不用运作了吧 对不对 工程师全部带走 台积电不用运作啦 那不用运作以后呢 台湾的生产力在哪里 现在是因为有台积电才变成富国神山 那如果这些工程师被带走 我们的粮食危机也开始了 我要告诉各位 因为很多人就会穷啊 就没有钱了 没有工作了 现在开始了 明年有一家最大的同装工厂 公司在百货公司 全部要倒闭了 要收摊了 还有更多的 很多公司就全部都在收摊 服装业 各行各业都一样 都在收摊 因为大家消费不起 所以你想想看 他们也要设停损 否则的话就要跳楼了 来我们来看一下粮食危机会是什么样的状况 国际货币基金IMF警告 由于恶物战争再度加剧 黑海的粮食出口作业可能又受干扰 加上近月来气候甚不正常 粮食库存板就偏低 且肥料与能源价格上涨 然后都推高粮食生产成本 美国联准会FED持续升息 使美元对新兴及开发中国国家货币竞升 提高通膨及常债压力 好那美元利率上升 美元升值及商品飙涨到天价 我告诉各位 他继续升的话到明年的1月2月 大概就到了9个percent 美国的房贷利率就到9个percent 你想想看会是怎么样一个痛苦的深渊 然后呢全球呢不跟着升息 那会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呢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台湾的未来吗 我算一算 那个鬼宝年真是大家皮要蹦紧 危机进化 世界粮食计划署署署长毕斯利 他表示 我们这不采取行动到2023年 目前的粮食价格危机 可能演变成粮食供应危机 好 价格危机变供应危机 供应危机就是不足嘛 供应不足 不是钱的问题了 到后面你再有钱买不到了 好 相互抢粮 抢粮食的时代呢就要到来 明年2023年就要到来 我已经通知你们了 你们先先储备粮食吧 我已经通知了 我已经做了节目告诉大家了 家里的米多准备一点吧 泡面多准备一点吧 粮食危机到来 而且你知道吗 我那天啊去要买菜 一颗白菜猜多少钱 250块钱啊 半颗高丽菜啊 半颗小小的半颗高丽菜多少钱 你猜 170 80块钱 我真的吓坏 这赚钱这么慢 然后这个你要不要吃饭 要啊 所以开始要节约粮食了 好粮食保护 各国粮食保护主义抬头 随着供应吃紧呢 各国开始永良自重 据经济学人数据呢 欧乌战争至少有26个国家 对食品出口实施限制了开始了 就连世界第一人口大的中国也在囤粮了 吓死了大家 大家都知道粮食危机到来了 好所以呢 粮食问题呢 成为全球迫在眉睫的危机 看到没有 还不是有而已啊 还不是食油而已啊 不是原油而已啊 更惨的是粮食危机啊 好 那你想想看哦 如果这样继续下去的话 联准会不断的在升息 那美国他要制食恶果的 来接下来 晶片粮食抢夺时代何时到来 2023年就会到来 我已经预言了 这个时候呢 请大家要特别的注意 好好的想尽办法 你们呢一定要有钱要珍惜钱 有粮食要珍惜粮食 真的 2023年就是抢夺时代到来 晶片加粮食 好 习近平可能会提早动武 所以呢 他也不愿让美国 继续这样加码 对待台湾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 2023年 我们面临的还是更严峻的挑战 这个挑战呢 还不只是台湾 台湾可能面临呢 粮食危机吗 会晶片危机 都会同时到来 如果一旦开党 美国能够支撑我们多久 一个礼拜 两个礼拜 他现在不断的在支援乌克兰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 整个世界态势 完全跟以前不一样 应该这样讲 该死的还是会死 不该死的 就是你要抗压力 你要有 有远见 否则你真的就活不下来 你看喔 现在呢 整个国际局势变成这个样子的时候呢 每天动荡不安的 让我们过得心心胆战 是吧 很多人想在股市里面捞 捞两笔钱 结果呢 没有捞到钱还不打紧 就让自己要脱裤子放 脱裤子跑路了 真的就是这么简单 所以请大家务必要先 涨一天那跌三天 对 然后呢 大家都认为说 还会再涨 哪可能 我告诉各位 如果晶片 是这样子的话 美国硬干的话 我告诉你 全球都要受灾 好今天跟大家讲解到这里 谢谢大家 尤其台湾要倒大美 谢谢大家 不要忘记帮我按赞分享 开启订阅 按下小铃铛 拜拜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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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整 bake 箱也请不吝点赞 抱菌 咱 咚 똑 抱紧